大家好,我是大伟 咱们脚底有根筋非常重要 这根筋很多人都特别重视 是哪里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它的大名 叫做地筋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天筋隐于木,地筋藏于足 这个地筋就是在我们的足底 当我们大拇指往上抬起的时候 大拇指往上一抬 你会发现脚心中间就蹦出来一根筋 这根筋也是有说法的 它这样说的 就是说咱们去揉 如果说你揉起来以后 感觉这个筋特别的硬 甚至你往下用力的按压 它都没什么感觉的话 那么说明你这根筋 一定要经常给它放松放松 那么还有一个话 就是说这根筋 如果你摸起来非常柔软 轻轻一戳 就像戳在海绵里面一样 手一下就陷进去了 而且平常这个筋 总是感觉走路多了以后会乏力 它就说明你这个人 足底的气血运行不太好 所以你看 这根筋是不是非常重要 那么好了 咱们话也不多说 直接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把这个筋放松下来 软的咱们让它变得更加的结实 有韧性 那么硬的咱们就让它变得更加的柔软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首先咱们先讲这根筋 大家注意看 我大拇指只要一往上抬 那这根筋跳出来以后 我们先做的呢 就是把这根筋先从下往上 不管它是软是硬 先给它捋一遍 怎么捋呢 用我们的这个手指 你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你看往上 成这个空拳状 往上去推 就这样推 推上去 一定要用最硬的地方往上去推 那么每个人力度不一样 比如说你硬的人 这个筋特别硬 那我们力度就要加大力量往上推 如果你筋本来就比较软 那我们的力度就轻一些 那我们甚至可以上一点油 为了保护皮肤可以上一点油 那我们就这样 手成这样 用我这个位置往上 你看从这里 一 二 把它往上赶 你赶的时候 你得看上面的颜色 就我们往上推的时候 你要看到这个 推着这个红色的气血往上走 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这个力量 包括渗透度就够了 我们就这样 而且做的时候 最好是什么 一手扶着手背 一手就是攥着这个拳 用这个面往上去推 而且双手之间 要给它一个合并的力量 你看我这个手摸着手背 往这个位置发力 这个时候往前发力 是不是一个相对的力量 它力量可以更渗透 咱们就这样推 一 二 幅度根本不用很大 三 上脸油 四 推起来的感觉是非常舒服 非常的酥 酥酥麻麻的 酸酸正正的 很舒服 四 我们就这样推 推的时候一定要上点油 不然的话 很多人 他这个皮肤受不了 我们推上一个15下到20下 做完以后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你看 手抓着我们的这个脚趾 抓着我们的脚趾 让我们这个脚底 不是暴露在外呢 然后呢 我们的脚趾 要把它往前 你看 做个这个动作 手抓着他 脚趾往前 手往后拉 给他一个力量 看 一 二 给他一个阻力 大家注意看 三 四 就用我这个姿势 我这个姿势是最省力的 你看 腿就这样敲着 手这样抓着 然后呢 脚趾往下发力 我们的手啊 往上拽 跟他对抗 当然呢 我们手部要放点水 不然你这样抓的话 这个脚趾 他力量不够 只要给他一个力量就行了 看 就这样去做 用我们的脚趾的力量去做 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你看 就是在断裂我们的这个地筋 手放在这边 你能发现到 里面的筋啊 正在用劲 很用劲的在做这个动作 我们每天啊 去把这个动作 去做上一个多少下呢 去做上一个30下左右 到50下 你要感觉 做完了以后啊 我们大腿前侧 这一块 酸酸的 脚底啊 感觉酸酸的 脏脏的 就好了 那么做完这一连贯的两个动作以后啊 你一定要感觉 哎 这个脚底摸起来 哎 发热 甚至有些人做完以后啊 这个脚心当中啊 出了好多的汗 都是正常的啊 我们每天就把这两个动作合在一起 左脚捏完以后啊 再把右脚给捏下 这两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啊 然后如果有条件了 再泡个脚 它就能让你脚部的气血 得到一个最大的刺激 同时啊 促进我们全身上下的一个通畅 好了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了 方法都是非常好 非常经典的方法 也非常实用 希望大家转发给身边的家人 还有朋友们 让这个方法分享出去 我是大为 你们的老朋友 谢谢大家